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Softmax layer这层的函数和这个overfitting的一个概念 并且我们跟大家回讲一下这个 有多种可能性可以克服或者减小这个overfitting 那么其中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大这个训练级的这个量 那训练级有更多的这个实力 这是一种增加这个训练级的这个size 让它包含的实力更多呢,是一种克服overfitting的方法 那么在本节课呢,我们将跟大家介绍其他的方式来减小这个overfitting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啊 所以增加训练数据级只是减少overfitting的途径之一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神经网络的规模 什么叫减少神经网络规模呢,就是说我们就神经网络,比如说它层数不要太多 虽然我们可以做深度学习,但是不要太深 或者是我们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每一层的这个神经元个数要少一点的话 它是可以减少这个overfitting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深度学习 对以前的这个比较浅层的这个学习产生突破了 就是说明这个深层的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有更大的这个更强的学习能力,潜在的学习能力 如果我们在各方面的这个training和这个参数调节 还有我们设计神经网络的时候比较好 那么所以呢这个减小神经网络的规模 它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方案来解决这个overfitting 那么即使呢即使啊即使对于这个固定的 就是即使我们固定了神经网络和这个训练集 我们仍然其实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减少overfitting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常用的办法 在这个neural network神经网络里面来减少overfitting 我们把它这个方法名字叫做regulization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什么叫regulization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叫regulization 它的一个叫weight decay regulization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function 不同的函数啊 其中最常用的一种叫做l2regulization 或者叫做weight decay weight是吧,weight是权重的意思, decay是减少的意思 就是说叫l2或者叫weight decay的一种regulization 就是一种方法 那这个regulization它对应的就是一个 对以前我们介绍 大家还熟悉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entropy 是吧,这个概念 就是cross entropy 它可以定义我们这个cost function 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它加了一项 来regulize它,就是说来管理它 可以理解成这种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以前的这个cross entropy 定义的cost function的基础上 给它加了一项,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新的这个cost 我们叫regulized cross entropy 就是说之前这一项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cross entropy一模一样 那后面我们加了这一项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是一个分数分子叫lambda 这个lambda呢 是我们这个叫regulization的parameter 就是我们regulization的一个参数 它是大于0的 后面怎么设置 我们后面会再接着讲 那么除以2n是吧 就是我们2乘以总的这个训练集的这个数据量 那么里面是一个核 是什么核呢 我们看是这个w是吧 这个weight 就是我们权重的平方 针对所有权重的平方核 那这个所有的权重指的是 我们整个神经网络里面的每一层 每个神经元 它的weight全部加起来 它的平方全部加起来了 它的一个核 那么这个方程呢 就叫做我们regulized cross entropy 就是我们加了regulization之后的 这个cross entropy的一个目标函数 就是这个cost function 所以我们之前比一下 其实是增加了一项 也就是权重之和 那么这个权重之和 是对于神经网络里面 所有的这个权重w相加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说这个regulization的parameter 参数lambda 它是大于0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这个n呢 指的就是训练集包含的实力个数 是吧 那对我们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这个 旧的最最开始我们学的这个cost function 就是这个quadratic也叫二次cost function 是前面这一部分是吧 这一部分 它其实我们也可以加一个regulization 这个这一项啊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cross entropy 本身和这个我们之前学的这个quadratic cost 二次cost 我们都可以加上一项 把它叫做对应的这个regulized 什么function是吧 之前对于cross entropy 我们加完以后就叫regulized cross entropy cost function 那么我们加完这个对这个quadratic cost 二次cost的加了一个同样的term呢 我们就叫做regulized quadratic cost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一项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这用的这个二次cost 然后后面加了一项呢 我们跟之前对这个entropy cross entropy加的是一模一样 我们加的同样这样这样一项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这两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情况 是吧就是说不管我们开始定一个什么样一个cost 假设我们把它叫做C0 那我们都可以在后面加这么一项 固定的这么一项 加过之后呢 就叫做regulized 什么什么什么cost 是吧就是看取决于这个C0 所以呢我们来解释啊这个 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一项呢 它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的目标 大家记得我们这个不管是什么cost 我们最终优化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cost越来越小是吧 最小化这个C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之前的C0我们很熟悉 那我们新加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权重的这个平方和 那什么意思呢 而且这个lambda是个正数是吧 也就是它是个权重的平方和 除以一个训练实力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regulization 就是倾向于让这个权重更小是吧 因为我们把它当做这个cost function的一部分了 也就是说我们权重越小越好是吧 就是整个cost越小 所以这个regulization的cost呢 它偏向于让这个神经网络学习比较小的权重啊 当然前面这一项呢 是另外一项 也就是说除非第一项的 当我们更新权重的时候 除非前面这一项 它明显权重增大以后 它明显会减小 那我们后面可以稍微加一点没关系 但是总体来讲的是加了这一项之后 是我们偏向让权重不要太大 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lambda参数 它的它的意义是吧 其实我们看lambda它是乘以了一个 后面这个 这个 w就是权重的平方和 也就是说它是调整两项的相对重要程度 以前原始的这个C0这一项和后面的这一项 也就是说如果lambda比较小呢 说什么什么意思 说明我们倾向于把这个前面本来这个cost看的比较重 就希望我们这个minimize的时候最小化的时候 我们把前面最小化比较重要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lambda比较小嘛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lambda比较大的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我们后面这一项 这个w的平方和这一项比较重要 那我们就倾向于 让这个权重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小是吧 因为它指的就是所有的权重和嘛 所以这个lambda其实它是一个调节它们俩相对重要关系的一个参数 这是lambda的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更新法则重要的一步就是对cost function 以cost function对这个w和b分别求偏导是吧 那我们对新的我们加了这个regulization这个term之后 这部分之后我们来求一下偏导数 看一下跟之前的没有加这个regulization这部分的偏导数有什么区别啊 好所以我们就对以上这个公式是吧 对这个公式先对这个w求偏导 那么求出来之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我们看到跟之前相比呢 其实也就是多了这样一项 就是多了这么一项是吧 我们之前呢如果是只有c0的话 我们就是求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偏导 现在我们就是多了一个lambda除以n乘以w 那么对于这个bias呢 其实我们求出来这个偏导数跟以前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我们求出来之后呢 前面这两项的导数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前介绍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ackpropagation来算出来这两个值是吧 后面加了这一项 单独加了这一项 我们单独来看 好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偏向来说的话呢 它的偏导数是不变的 对于这个weight来说呢 它的偏导数其实就多了这么一项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我们就对这个w 对b更新的时候呢 跟以前的更新法则一模一样 就是一个学习率 以他乘以他的就是以前的cost function 对b求偏导就完了 是吧 这一部分偏导这部分 我们之前介绍过用这个backpropagation的方法 就可以来求出来 那么下面这个对于权重来讲呢 我们前面这一项是不变 那我们后面多了一项 就是因为我们多出来了一项这个lambda w 是吧 所以前面这一项更新的时候不变 但是我们还要多减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发现它和第一项w有一个 都有一个w 所以我们把w提出来 所以quare里面变成了一个1 减去这个eta 是吧 learning rate 学习率乘一个lambda 再除以这个总的实力个数n 然后后面整体乘以w之后呢 再减去这个learning rate 乘以这样一个偏导数 是吧 就变成这样一个形式了 那么b来说呢跟以前是就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见这是对于这个t度下降算法 我们更新的法则 那么对于这个t度下 随机t度下降算法呢 我们其实也就多处理个m 是吧 就是我们把它这个分成一个一个mini batch 等于说我们这多处理个m而已 那么这个求和呢就是求和的时候 就对于这个mini batch里面所有的x求和 然后再除以m是吧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两个相似 b呢对于bias来讲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对于这个weight来讲呢 我们这个更新公式多出来一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多出来什么部分呢 就是前面这一部分是吧 我们是对一个权重前面成了一个数 使它变小 那么就是一叫weight decay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l2regalization的名字叫做weight decay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做一下实验 看我们新的这个 我们先从这个实验结果上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加了这个regalization term之后 它的这个表现 我们同样是来识别这个手写数字的 这个手写数字的识别的时候呢 它的准确率 以及它这个关于overfitting的表现呢 会不会比以前要不加这个regalization之前要好一些呢 我们看一下啊 好 那我们还是用一段简单的python大码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还是跟之前的参数一模一样 我们用的是隐藏层有30个神经元 mini batch size是10 学习域是0.5 我们用的这个objective function是cross entropy 加上这个regalization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呢 load dataset跟以前一样 然后network2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用这个cross entropy的概念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随机梯度下降 stochastic gradient distance的方法 我们先用这个前一千个啊 跟上一节课的实验类似 我们还用前一千个图像 作为这个训练的 在之前的这种情况下 它的overfitting情况比较严重 比较明显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后面的参数跟以前都一样 下面呢 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这设立一个lambda啊 这个lambda 就是刚才我们指的这个 我们家的这个regalization term 里面这个lambda 这个东西啊 我们把它 只设为0.1啊 好 别的东西跟以前都一样 然后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这个cost cost function 在这个training side上面就很好 是吧 它非常平滑的下降 这个跟以前一样 即使我们当时在overfitting的时候 这个cost 对于训练集上cost 它还是表现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不比较关键啊 就是说在这个test data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测试集上 我们的accuracy 就是准确率怎么变化 这次明显不同是吧 我们上一次我们的这个图 在达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 我们这个accuracy就不太增 不太增加了 就是只是平缓的这个上下浮动 它没有再往上学习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 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当我们加了这个regulation 这个term之后呢 我们发现随着我们训练的这个APC一轮轮增加 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的这个accuracy 是一直在增加的啊 这一次呢就发现明显说明我们这个加了这个regulation 这个term之后呢 这部分这一项我们减少了overfitting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用5万张训练期训练的情况 也就是同样的参数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时候是5万个训练期啊 我们注意一点就是 这时候我们对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lambda要稍微做一点调整 因为刚才我们设的lambda不是等于0.1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设定的这个lambda是0.1 那这时候我们要把它调整一下 为什么需要调整呢 我们想一想啊 因为我们这个公式里面不是有一项是这个对wait的成绩前面是1减去lambda 乘以这个学习率 e他再除以n嘛 那我们现在这个n变得变得很大是吧 以前刚才我们训练的时候只用1000张图片 这个n是等于1000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n呢 从1000变到了5万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lambda不调整的话呢 还是0.1的话 再除以5万的话 这个值就变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 随着n的增大 我们要适当的来增大这个lambda 让他这个分数的值相对来说变化不会太大是吧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lambda这会调整到5.0 从0.1调整到5.0 增大了 也是增大了很多倍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的表现 我们这次跟上节课一样 我们同时把这个 对于这个测试集和训练集上的acron 同时来打印出来 我们看啊 这回表现非常好 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看到在某个点之后 在某一轮之后呢 这两条曲线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两个距离 基本上变化不大 是吧 所以就是证明我们基本上 不存在这个overfitting 大大减少了overfitting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而且总的这个学习的acron 准确率比上节课讲的这个 不加regulation的时候也要高了很多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啊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准确率 我们现在达到96点多啊 所以呢 比之前准确率也要大大提高了 那么这就我们看到了这个 加入这个regulation这一项的一个 大大的提高 对我们学习的效果 那我们如果用100个神经元呢 隐藏层 我们之前隐藏层是用了30个 是吧 我们如果把隐藏层加到100个呢 其实结果可以进一步提高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最终结果在测试机上 我们的accuracy达到97.92% 比隐藏层30 比隐藏层有30个神经元提高很多 如果我们把这个学习率 等这些参数再稍微优化一下的话 我们只需要跑30个 就是30轮之后呢 我们的准确率就可以超过98% 可以达到98.04% 这样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入regulation 这个term还是非常有用的 他不仅就是说减小的overfitting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提高了这个准确率 还有一项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之前不加入regulation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算法容易陷入这个local minimum 也就是说 我们找最低点的时候呢 我们找到这个局部最低点了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说过这个 梯度下降算法 它的这个起始值挺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起始值 在有些情况下不好的话 我们在通过简单的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而且没有这个regulation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往往陷入这个局部最最最低点 那么我们重复重复实验的话 结果可能经常会不一样 但是加入这个regulation的over 好处是不见不但减小的overfitting 还有好处就是说 他不太容易陷入这个局部最小点 local minimum 所以他更容易让实验结果重现 那大家可能好奇说 这个加入regulation这一项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好处呢 可以减少这个overfitting呢 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道理其实挺复杂 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假设有两个变量X和Y 这个例子有点像上节课 我们跟大家最开始看到那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有一些 这个X和Y之间有某一种关系 他们的这个点有一个点的分布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下面需要建一个模型来捕捉这个规律 是吧 我们可以有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建这样一条模型 我们可以建一个最高是9X9次方奥 这样一个多项式来模拟这个点的分布 那么他呢可能可以通过所有的点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方程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点上这个训练级上呢 他的这个误差是0是吧 如果我们算这个错误的话 他全都对了 因为这个曲线经过所有的点 但是我们看啊 这个方程也比较恐怖 就是他的这个最高次X次方是9次方 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方程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另外一个 我们比如说就用一个简单的二次 就线性的方程来来模拟他 就是简单就是Y等于2X 这条直线仍然可以代表大部分的这个点的分布的一个趋向 一个方向啊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来 就是哪个模型更好的 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多余的信息来讲的话 也很难说是吧 但是有一些基本原则就是说 首先呢这个第二个方程 Y等于RX这个线性的方程它更简单 但是他对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描述的也是比较好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实际这个真实的数据 所有数据总体分布 他如果不满足这种情况的话 刚好是出于巧合的话呢 他能够在这么简单的一个模型就可以把这个一个代表性的数据模拟的这么好呢 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对吧 就是说如果这个模型很简单 但实际数据总体我们看不到的所有群体数据的分布 他如果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用简单的一个Y等2X模型就能描述他的话 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巧合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巧合发生的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小 那么X上面这个模型呢就是说 九四方这个呢它相对复杂很多 那么它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数据分布比较复杂的话 他也可能刚好就可以模拟他 因为他比较复杂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因为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我们觉得因为Y等2X更简单 而他仍然可以很好的描述这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偏向使用这个方程是吧 但是这样就是一个经验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方 Y等2X它可以更好的代表这个数据总趋势是吧 然而这个九四方的这个方程呢 他可能把一些局部的噪音这个都捕捉进去了 他就是其实是一个overfitting的情况 可能更可能一些 好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神经网络中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这个例子跟这个regulation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这个在神经网络中 我如果我们给一个cost function加了这个regulation这一项呢 就是说这个regalized的这个神经网络 他更鼓励小的权重是吧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他加了这个这一项就是一个权重的平方和 那么如果在权重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X一些随机的变化 不会对神经网络的模型造成太大影响 这个可以理解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更新的神经网络的时候 每一项都要乘以这个权重 如果权重本身比较小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X输入的时候变化变化 不会对神经网络的这个模型 行为造成太大影响 是吧 所以更小更不太可能收到 受到这个局部噪音的影响 数据如果有噪音的话 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权重都比较小 所以呢 他对这个神经网络的整个影响比较小 所以呢他不会受到 不太可能受到更小的可能受到这个 局部数据噪音的影响啊 那么在这个没有regulation的神经网络中的这个权重 相对来说要大一些是吧 因为他不他不会倾向就是说我们就有一个限制对权重 所以他没有我们加的那一项就权重的平方和呢 所以呢他如果通过他这个这种model他这种模型 他容易通过神经网络这个比较大的改变来适应这个我们当时训练的这个数据 那么他可能更容易学到这个局部的噪音就更可能产生overfitting啊 这是一个从概念上来讲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这个道理 所以呢这个regulize的更倾向学到一些更简单的一些模型啊 这是一些规律 但是从这个总体的角度来讲简单的模型不一定总是好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概念上来讲是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大量的数据中来获得这个实验中获得数据来看是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比较好 目前呢在regulation 为什么可以更好的可以泛化更多的数据 可以减少overfitting他的理论支持呢 目前还在研究之中 好的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这个regulization这一项 然后呢这节课我们内容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